凯特王妃迎来治安时刻 经历地狱般的煎熬 身体已经元气大伤 维尔士王妃的闺蜜阿玛亚阿里埃塔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透露凯特王妃过得并不好 都说跨越阶层的婚姻不容易 凯特王妃不光要谨小慎微 关键时期还要委屈自己维护皇家颜面 阿玛亚阿里埃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现在凯特的情绪很不稳定 整个人心都快碎了 维尔士王妃消失了五个月 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整个人都极度煎熬 作为皇家造型师 阿玛亚阿里埃塔多次为凯特王妃服务 因此对王室秘文如蜀家珍 他跟保姆玛利亚特雷莎特里奥伯雷尔的关系很好 一起为威尔士三宝座造型 深受凯特王妃的信任 这个时候阿玛亚阿里埃塔出来爆料 很有可能是看不下去了 堂堂英国的王楚飞 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到底人在何处 王室高层根本不想透露 肯辛顿宫已经停止发布病情通报 我们得到信息的途径很有限 有时候只能靠知情人士爆料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宫斗中 凯特一直处于劣势地位 娘家扣产孩子们很年幼 这个时候身后空无一人 发布辟谣视频的时候 凯特王妃透露正在接受预防性化疗 并且感谢了自己的医疗团队 腹部手术虽然很成功 但是紧接着又被查出来患癌 截二连三的打击让凯特身心俱疲 正如阿玛亚阿里埃塔所说 这段时间凯特的确处于至暗时刻 不光身体患癌 精神上也早已巨大的打击 即使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凯特还是觉得犹如身处地狱 可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 事实上查尔斯国王已经行动起来 主动宣布复工 帮助凯特处理公务 但是粉丝们还是不买账 认为王室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根本就不是真心实意关心凯特 事实证明凯特是王室顶流 热度永远都不会下去 粉丝和民众也没有那么好糊弄 王室这个时候想满天过海 根本就不现实 最终阴谋还是会败露 凯特已经消失了五个月 一个大活人彻底隐身 在现代社会几乎不可能 眼看发布假照片糊弄不过去 王室居然开启了白烂模式 一直推后凯特的复工日期 让大家逐渐接受这个噩耗 维尔士三宝的情况也备受关注 除了乔治王子近期露面过 其他两个萌娃即使过生日 王室也只发布了一张单人老照片 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在三分钟的视频中 凯特一直在为自己加油打气 表示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强壮 但是现实情况确实 凯特一直生活在新闻岛中 再也没有线下露面一次 这样的做法当然无法让给大家信服 两代威尔士王妃婚姻都亮起了红灯 无论是奋起反抗 还是逆来顺受 似乎最终的结果都一样 都说泰国王妃是个危险的职业 至少马哈国王不会下狠手 英国王楚飞才是有来无回 让人感觉不寒而栗 凯特王妃人美心善 这样的人值得被好好对待 期待她能熬过至暗时刻 我们等待她健康归来的那天